无脑转身可过不了人 技巧军发现 很多人只要一突到防守人跟前 就会无脑使用转身过人 但盲目转身很容易被对手预判 我相信很多兄弟都会用 转过身之后撞墙的精力 所以今天技巧军想分享一个 用转身摆脱防守的技巧 半转身 技巧军发现 特里扬在单打时 这个技巧他使用的频率非常高 正常转身过人时 我们一次运绝的间隔会转360度 完全绕过防守人 然后再次面框发起攻击 如果对手预判到了我们转身 就会提前移动到我们的进攻路线上 把我们堵死 导致我们转身撞墙 而特里扬这个转身只转180度 下一次运球的时候 就是背对着防守人的 虽然特里扬无法通过这个半转身 过的对手 但对手却无法预判 他半转身之后的动作 因为半转身的目的 不是为了摆脱防守 而是让防守人做出防守反应 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防守人的反应 选择接下来摆脱防守人的进攻方式 如果半转身之后 对手站在原地不动 那我们就换手运球 继续转180度 直接绕过防守人 如果对手预判我们要转身过他 提前移动到我们转身后的进攻路线上的话 我们就放弃继续转身 此时我们可以转回去 重新朝着转身之前的方向突破 如果对手预判我们会转身 对半转身的反应非常大 后撤太多的话 此时我们就投篮 可以像威金斯一样直接后撤投篮 或者转回去再投篮 甚至像特里扬这样 转过去之后 用单胶起跳后撤投篮 只要广开对手一点点空间 就可以把球投出去 半转身动作本身过不了人 但为什么说他能摆脱防守呢 由于我们只转了一半 对手就不知道我们接下来到底怎么转 没办法对我们进行预判性防守 所以半转身虽然不是真正能摆脱防守的杀招 但他就跟试探不一样 可以让对手做出反应 试探不上对手猜我们突不突往哪边突 半转身就上对手猜我们转不转往哪边转 我相信很多兄弟都知道 欧文网过库里的这个球 实际上就是利用了半转身的特点 做的一个假动作 就是半转身之后 利用肩膀和头的晃动误导库里 让库里以为他会转回去 从而达到了晃动库里中心的效果 你当然也可以真的转回去 对手往往会扑上来 此时你再用一个体前变相突破 注意这里转回去不要直接就变相 最好像这样原地认一次球调整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看对手扑不扑上来 不扑我们就直接拖篮 如果扑上来我们再变相把它甩开 将正常的360度转身过人分成两部分完成 限制转身180度叫半转身 半转身之后我们可以继续转身绕过对手 并且我们也可以继续转回去 往原来的方向突破 所以半转身的好处是 我们能选择转或不转 可以是一个假的转身 能做出很多假动作 虽然半转身动作简单 但注意以下两个细节可以帮你做得更好 一是在做半转身的时候 转身之后的这一次运球不要落在脚外侧 这样我们想转回去是很慢的 最好把球落在两腿中间 这样我们之后不管是继续转还是转回去 都可以更迅速的衔接动作 第二就是转身之后运球节奏不要太快 要利用运球的时间停顿犹豫一下 给对手足够的时间做出防守反应 同时自己也有充足的时间 去观察防守人的反应 选择半转身之后的进攻策略 虽然半转身动作本身不能过人 但只要你具备不错的阅读防守能力 就可以利用它达到很好的摆脱防守的效果 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实战好招 所以赶紧练下来吧 我是真心想帮你提升球技的技巧军 咱们下期再见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微信公众号篮球技巧教学 在这里有更多篮球干货等你来学习